台東蘭嶼一名24歲屍性女子她確診了新冠肺炎之後 經過蘭嶼鄉衛生所醫師診斷為腦炎 駐守台東豐年機場空勤總隊第三大隊 第三隊接貨總隊指示 3號下午立刻派遣黑鷹直升機執行任務 以負壓隔離艙把患者轉送到台東馬捷醫院 從畫面上可以看見 空勤隊正利用黑鷹直升機 準備將病患送往台東馬捷進行救治 昨日在蘭嶼地區一名24歲 確診COVID-19的屍性女子 被當地的衛生所醫師診斷還患有腦炎 為了確保女子的安全 蘭嶼衛生所申請了空勤後送 將屍性女子送返回台治療 而空勤隊也立即派遣黑鷹直升機前往蘭嶼 執行後送的任務 台東縣衛生局也指出 台東是離島空中轉整後送唯一具有 負壓隔離艙設備的縣市 負壓隔離艙除了裝載確診個案之外 在後送的過程中 也可以降低執行人員以及醫護人員 避免於被傳染的威脅 經過統計 目前空勤隊已經協助了蘭嶼以及綠島 後送了7位確診個案 返台進行治療 衛生局也呼籲 雖然近期疫情有所趨緩 但憲民能去做好清洗手 保持安全社交距離等防疫工作 才能夠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記者陳吉林 蘭嶼相報導